玉树修剪三个要点 一定要学会剪得漂亮才值钱 玉树呢 它观赏价值非常的高 而且呢 盆栽这种盆栽也比较好养护 叶片肥厚油亮 一年呢 就能够养成小老庄 养成老庄之后呢 也比较值钱 所以呢 这个玉树一定要给它修剪 不然呢 披头散发的东倒西歪的 这样呢 玉树是没有价值的 丢掉都没人要 所以呢养玉树一定要养出形状 它才能够这个 有价值 那么我们修剪玉树的时候呢 该如何修剪呢 要着重三点 第一个就是修剪的时间了 在夏季它属于休眠 夏季休眠期的时候呢 是不易修剪的 我们修剪最好是 温度在15度到25度左右的时间 这样呢 修剪才是最佳时期 修剪之后不要浇水 记得把它放到 散光通风的地方去养护就可以 大约几天伤口就可以预合 预合之后再正常养护 第二点就是在修剪时 注意事项 注意不要在阴天下雨时修剪 不然呢容易这个导致伤口腐烂 还有一点呢 就是修剪嵌插了 我们把这些修剪下来的这些枝条 千万不要浪费 我们再把它嵌插起来 这样呢就又收获了多盆玉树 只要说是注意这三点呢 玉树呢就能够养好 还能收获多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